记者汤士明张化报道,呛破头。 张化监力站一面英文编码MVP8888的超级车牌,历经三天共13次的出价,今天最后绝标金额高达3万亿千元。 创下公路总局105年12月起开放普通轻重机车牌标售以来,张化县第一高的记录,堪称是张化县最贵的机车车牌。 张化监力站从21日上午时时起至今天上午时时止,办理普通重型机车MVP0001-9999网路车牌标售。 由于英文编码MVP是首度出现于机车车牌标售上,再加上四连号的贴纸数字加持,堪称是最有价值车牌,因此掀起抢标热潮。 21日当天MVP88888车牌,就从底标价3000元,罕价到11000元。 经过三天竞标,MVP88888的超级车牌至今天竞标截至日,历经13次罕价, 决标价高达3万1000元,次高价为出价7次的MVP9999,决标基额为9000元,第三高价为出价6次的MVP8899车牌,决标金额6000元。 这次总决标基额为97000元,总竞标次数55次,金额及抢标次数皆为彰化站近期新高。 张化坚立站表示,公路总局105年12月起开放普通轻重机车牌标售,高雄坚立所一面MVP8888的车牌,历经竞标79次,最后以21万1000元天价决标,至今仍是全台最贵的机车车牌。 张化站着快MVP8888,决标价3万1000元不仅创下张化线第一高的记录,在全台也是名列前茅。